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視頻師 今次我想跟大家講關於一個 如果你擁有相機的話 你都可能會擁有的東西 就是相機袋 講到相機袋 這幾年我用的品牌叫做 F-Stop Gear 這個品牌其實是生系出名的 就像我旁邊這個 Lotus 它是生系系列 其中算是最小的一個 這個背囊 如果你們有留意我的Blog 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Page 都有看到它的蹤影 因為基本上這兩年來 我都會帶著它去旅行 亦是一個很值得信賴的包包 它的設計上 都是就著我戶外活動的用途 甚至乎如果你有留意它 追蹤這個品牌 F-Stop Gear 的網站 你都會看到它很多的攝影師 都是拿著它去做戶外活動的 滑雪 攀冰川 攀石 甚至乎去做一些極限運動 那些攝影師 它們都會帶著這個包包 不過它一直都沒有一些 關於平時我想去街拍 或者我出街的時候的日常 不過不要緊 今年它終於推出了一個 這個就是F-Stop Gear 今年最新推出的城市系列的其中一款 這一款就叫做Dalston Dalston這一款的包包 就是它城市系列最大的一款 暫時是21星 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較起來 凍起來就好像差不多大小 但是因為它沒有那麼厚 Lotus 比較厚 所以它的升數容量是大一點的 接著就是 我們集中介紹一下這個背囊 這個背囊其實也秉承了它山系的材料 外面都是覆蓋著和Lotus 或者山系的一樣物料 所以它滲水和防水的程度 其實也有一定的可靠 其實它現在整個設計 真是很針對Daily Pack 的使用 完全是 你不說 我看不出它是一個相機袋 其實也挺時尚的 另外它的間隔 好像在這裏背囊 或是背帶位置 它就可以放置這個電腦 其實另外 還有前面也有一格 即是前後都可以放置 這個甚至可以你平時容易接觸 例如你放銀包 放鎖匙 這裏也有一個鎖匙圈的位置 可以讓你扣鎖匙 好了 說明這個是一個相機品牌 相機袋品牌出的 當然裏面是有做好所有間隔 讓你放相機 我們打開這一邊 其實我們看到它這一條的拉鍊 都是用上同等級數 和山系同等級數的YKK防水鏈 裏面的compartment 你都會看到 有所有間隔 這些間隔都是活動的 可以拆走 上面這裏 除了間隔之外 上面有一個空間 可以讓你擺放一些 例如書 或者其他雜物 這一條拉鍊 並不是一邊 這一款就有兩邊 即是你兩邊都可以 接觸到中間這裏的compartment 在空間使用的靈活性上 基本上這個袋都足夠 為何這樣說 就是其實這個袋 裏面的間隔 是可以拆出來的 在下面的間隔之外 這裏還有一個空間 其實就可以在這裏 來做全槌 打開 其實就已經可以 看到裏面的間隔 這個背包 就今天講到這麼多 這個品牌出得一個新的系列 城市系列 就不會只有一款袋那麼少 下一集 我會再跟大家講 另外一款的背包 下次見 拜拜